说蛇战群儒是美谈 东吴群英尽诗言 纵论天下显谋略 方知诸葛不一般 道子密手定场诗 咱们就戒演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就是说到第79回 眼瞅着眼瞅着79回 下一回80回 咱们可要卖这个新的大合同 时光任然就岁月如梭 各位 又要走一新的合同 今儿晚上12月31号 2021年的最后一天 回头咱们这回节目 搬到喜马拉雅上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到那时节 天也暖和了 春天也来了 喜马拉雅上的听众 听众的时候 咱们今儿晚上这回直播的书 2021年的最后一天 眼瞅着呀 又一个新年又要来了 一年又过去了 真是不容易 过去老说年根底下 岁数越大 你回头一瞅啊 越觉得不容易 确实是上有老 是下有小 咱们这个书呢 说的2021年的年底呢 咱们是2020年的五月份 开始说的 已然是说了一年半了 说了一年半了 眼看说到 诸葛梁过江 要说的这个赤比熬兵了 三国这部书 一年半说下来了 咱们也确实不容易 尤其是各位书座 那是更不容易 一年的最后一个晚上 跨年之夜 各位 看窗外北京城就灯火通明 今儿这晚高峰来的尤其早 据说下午两点慢 北京就堵了 全出去玩了 跨年玩 真不上班啊 真不上班啊 这个全都带着女朋友 带着别人女朋友 反正甭管带着谁 出去玩去都有 就咱们这儿 还有这几十位书座 12月31号晚上 听评书跨年 这是年2021年 睡觉之前 干的最后一件事 坐在这儿 听老杨说书 各位是最不容易 还得说 没有咱们这些位书座的知识 没有您捧 没有老猪回回抠一 老猪要不在 我就天天我失魂落魄似的 我不知道跟谁说 要不然一开书之前 老猪何在 没有您这些位这么捧 我们也说不到今天 故此上呢 王杰说了 天涯海角变之音 故此上呢 今天呢 咱们这回书呢 咱们到时候看看一会儿 说着看 咱们稍微少说一会儿 也有可能 平时这一回书都奔90分钟 80多分钟 奔一个半小时 其实咱们稍微少说一会儿 一会儿给大家抽几双鞋 两会儿天抽几双鞋 抽几双鞋 也有些回没给大伙儿抽鞋了 就是看看 咱们多来两双 抽几双鞋给大伙儿 作为我们给大伙儿的 这个回馈 就掩个钱 就这会儿 咱们这直播间 说评书 就这会儿 这几十位书作 那真是真朋友 对我们那是真朋友 这个生活里边啊 说实在的 岁数越大呀 您就越感慨 交个真朋友 那是真不容易 为什么大伙儿都戴着面具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 不临的事儿上 你看不清楚一个人什么样 临的事儿上 等您看清楚他什么样了呀 晚了 你这时候你知道 你不能跟他交朋友 往往就晚了 所以咱们平时过日子呀 在身边这些朋友 同事也好 戴着面具的演戏的居多 每天咱们都在面临这样的人 在过这样的生活 上回书咱们就说到 卢子敬过江掉效 刘玄德跟诸葛亮这场戏 为什么咱们串在这儿呢 生活当中 其实大家每天都在演戏 上回书正收在这儿 人生就是一场戏 刘备跟诸葛亮这场戏 卢子敬过江 来探 曹孟德这人马的虚实 这时节呢 东吴呢 也需要刘备和刘齐 刘家之兵相助 刘备和刘齐 困在江夏和夏口这儿 曹操百万人马 平吞江夏 虎视江东 刘备和刘齐心里也虚 诸葛亮也说了 须得东吴之兵相助 这两边实际上 孙吴需要刘备 刘备也需要孙吴 但是这一见面还趁着 谁也不说实话 尤其诸葛亮 一句实话没有 跟刘备说了 到时候您别说话全看我了 一句实话没有 沉来沉去 还得说人家鲁子敬忠厚长者 鲁子敬啊 不是不明白 咱们上回书说了 一看别闹了 你还没完没了了 得了 诸葛先生跟我过江吧 去见我家主公 到时候 孙刘 结成联盟是共抗曹兵 这时候刘备这戏上来了 不行不行 我带孔明如诗 终日不可相离 那哪行啊 不让去不让去 死说活说不让去 最后啪 诸葛亮一拍桌子 站起来了 主公让我去吧 要不说咱仗义呢 这还弄了一个呀 鲁肃过来 求诸葛亮 请诸葛亮过江 孙吴求刘备 跟孙吴结盟 这是这个 刘备跟诸葛亮啊 咱要看这三个演义 俩人平生合作呀 俩人第一场戏 刘备和诸葛亮第一场戏 当着鲁肃炎 您看这三个演义 您往后翻 俩人这配合多了 俩人确实这主臣有缘 生来的默契 诸葛亮也精 插上毛比猴还精 刘备呢 刘备也能演 刘备那天生好演员 俩人碰一块好 一拍即合 这戏不用配 就配在一块了 您再往后看 您要算刘备和诸葛亮的戏 这是第一场的话 鲁肃过江吊笑 这刘备诸葛亮第一场戏 第二场什么时候 纳什节 这赤比敖兵已经打完了 趁曹曹北环 诸葛亮取南郡 占据荆州 完了鲁肃过来讨要荆州 又是鲁肃来讨要荆州 诸葛亮刘备 白酒给鲁肃接风 鲁肃这么一张嘴 黄叔 这荆州需要还我东吴 再这么一瞅 好 刘备一闭眼 鼻子这么一酸 这眼泪巴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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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掉了 十七多少半 刘备哭上了 哭的这可伤心 越哭越伤心 哎呦怎么回事啊 黄叔 怎么了 我说什么了 我说什么了就 哎呀 紫敬 啊 紫敬你是不了解我家主公啊 我主公争杀半生苦无力追之力 这终于把京香九郡拿下来了 这你还天天的讨厌 再把京香九郡再还给东吴 我主公又没地儿了 容易吗 你瞅瞅 俩人这么一将军 鲁肃不好意思 要荆州的时候 那时候是这个诸葛亮和刘备这个第二场戏 你要往后算第三场戏什么 算啊 刘备跟诸葛亮这戏 第三场戏 张松 现地图 一周别价张松 在这许昌让曹操乱棍打出 揣着这个四川前两地里图 过京州 过京州被刘备派关公和子龙给接进京州了 每日的饮宴 这每天刘备就就请这个 请这张松 吃饭啊 喝酒啊 天天陪着 一句不提 一周之事 我纯是慕你的为人 听你的大名 我就乐意啊 跟你张松 结交 不是为了这个 取西川 取义州 一句不提 旁边有诸葛亮 那时候还有多一配角了 旁统 刘备 南一 诸葛亮 南二 南三 旁统 跟着挑 跟着挑 刘备一句不提 到后来 张松在这个 京州待了好些日子了 送张松走 送到这京州城外 张松要上马了 刘备走过去 这么一千马 从旁边 张松从人手里 把张松这匹马牵过来 给张松牵马坠凳 当着张松 刘备 这一咬牙 眼睛又红了 别嫁 说那一周 云山遥远 别嫁者一别 就不知 被何时 还能听别嫁的教诲 来来来 就让刘备给别嫁 是千马 坠凳 别嫁这一去 就不知何时 方能相见 祝国亮 旁边也配戏 别嫁 请上马 别嫁 请上马 张松受不了了 往前 这么一走 扑通通 跪在平川 从这怀里边 掏出这西川 五十四周 地地图 献给刘备 张松 献地图 那时节 那是 那是 刘备和这个 这个 祝国亮 你要算的第三场戏 大戏 还有呢 您再往后算 还有这第四场 第四场戏 什么时候啊 那刘备已经娶了西川了 刘备坐领成都 坐在成都了 来 娶西川 要再娶东川 结连荆州 眼看就天下第一雄主 刘备娶了西川了 这孙权呢 孙权一看 你不说好了吗 你娶了西川 你还我荆州 派诸葛亮他哥哥 掌兄诸葛锦 上成都 找刘备 就讨要这个 这荆州 走之前跟诸葛锦说好了 我把你这个 全家老小 须奸在府 假的 就说我跟你急了 你不是诸葛亮他哥吗 诸葛亮 火着刘备 老不还我们这个 这荆州 不相话 所以呢 我把这气出在你身上了 我拿你 试问 把你全家老小直下 你呢 去给我要这个 这个荆州去 你呢 要荆州要要不回来 我杀你全家 诸葛子余 上成都 找刘备 找诸葛亮 要这 荆州 跟诸葛亮这么一说 哎呀 诸葛亮把诸葛锦 带到刘备面前 诸葛锦这么一说 诸葛锦一边哭一边说 诸葛锦哭完了 扑通通 诸葛亮跪在尘埃 拉着刘备的衣服 主公啊 主公啊 主公若不还荆州 是要害我 家兄全家 亮有何面目 在生在天地之间 我把我哥哥害了 望主公荣情啊 好 诸葛亮跟哥哥一块哭 哎 刘备这把 把这个 把诸葛亮给掺起来 看在啊 我家军师面上 好 就就先还你长沙 五零零零三军 哎 把诸葛锦又给指引走了 诸葛锦上这荆州 找关公 关公说呸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啊 我大哥说还你 我可不还 我就不还 哎 给诸葛锦弄一没辙 好 诸葛锦那时候什么世界啊 你要现在坐飞机 你从成都啊 到武汉 到京乡 那还得飞一阵呢 甭说那时候 那时候坐船啊 啊 从这东吴坐船 刷 然后上路到成都 再从成都再出来 刷 坐船 到京乡 从京乡 刷 出来坐船 又回成都 回成都再找诸葛亮 得 出诸葛亮 出外视察辅军去也 找不着的弟弟了 得 你看那刘备和诸葛亮 这配合 是吧 这个 这这第四场大戏 所以咱要粗略这么一算啊 这是刘备跟诸葛亮配的大戏 那小戏甭说了 小戏更多了 咱不用再戏题了 那俩人真是好演员 真是配合默契 哎 这个好演员啊 确实是需要天赋 啊 而且俩人配戏也是 配戏天然就搭 跟打篮球一样 这俩人啊 这风格匹配 搁一块不用磨合 有那不匹配的搁一块 磨合一辈子 磨合不出来 跟过日子也是一样 哎 这演戏也是一样 哎 俩演员水平高 搁一块天然就大 就那么合适 哎 要说这个演员 这个行业 也是需要这个天赋 出个好演员 可也不容易 啊 咱们大陆的 这个男演员 啊 大陆的男演员 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啊 过去这些年 大陆有不少 哎 这个出色的男演员 确实 人家 这 这 戏好 是吧 随便咱们一说 葛优啊 是吧 姜文啊 我还喜欢陈宝国 嗯 那我喜欢陈宝国 哎 这个 还有谁呢 我还喜欢这个 这个 李成儒 是吧 李成儒 李成儒 尤其演大腕 最后那段 那段神经病 那段 哎 那段台词 哎 这个 改个楼啊 楼上边有花园 楼里头有游泳池 楼里头站一个英国管家 啊 必须戴戴假发 说英语那种 哎 等这个业主义回来 甭管有事没事 都得跟人说 May I help you sir 一说 英国的地道伦敦因 倍儿有面子 是吧 这个 李成儒这段戏 确实好 哎 这个 然后李成儒还参加了很多呀 很多呀 就是选演员啊 选导演的综艺 哎 看李成儒也挺敢说 哎 然后也听李成儒啊 说了很多 就是这个演艺圈里边 尤其是后起之秀 也有后起之秀 也有不小的味儿 哎 这个 排戏的方式 就李成儒 就是很看不惯他们 啊 我听他说过 有那个 就说这个 这个 演员不念台词 啊 你主要台词功利不行吗 那 演员的一个重要的 衡量演员的一个重要标志 就是你台词功利怎么样 啊 一是能不能背的下来 啊 二是你背下来之后 你表达 你说出来这段怎么样 哎 就说这个演员台词功利不行 我有一回听他说 跟谁合作 跟这个 郑少秋合作 郑少秋 郑少秋呢 人家呢 那那也是 是老演员了 哎 郑少秋是香港的 还是台湾的来着 台湾的好像是 台湾老演员 哎 但是他 他这个普通话不行 他跟李成儒 配戏 哎 你就看好多这个演员啊 背不下来台词 念数字 后期配音 哎 他这个就是口型都是 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他就念数字 他不念台词念数字 说郑少秋也念数字 郑少秋跟这帮 这个小年轻背不下来台词的 念数字有什么区别呢 郑少秋念数字的时候 他脸上有戏 他念数字是念数字 但是他让你觉得呀 你一看你要不听这个 他念的是什么呀 哎 你还真以为他那带着戏走 他那说事 郑少秋那个念数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还是那个尽头 哎 然后你还得跟他配戏 哎 后来李成儒说说 跟郑少秋这一配戏 郑少秋这一念数字 李成儒拂袖而去 我不跟你配 什么玩意儿 你这说的不是人话 我怎么跟你搭呀 你那么说 你让我怎么说台词啊 拂袖而去 要说郑少秋人这么大腕 李成儒拂袖而去 哎 李成儒这腕 确实也大 哎 还有说那个 呃 小年轻的演的古装戏 皇上在上面坐着 演皇上 哎 他那助理呢 他那助理 蹲那龙坐后头 哎 蹲龙坐后头 哎 这底下丞相 禀报完了 皇上 在这 哎 助理说一句 皇上说一句 助理说一句 皇上说一句 哎 那收音收下来呀 哎 都是虫的 然后再把助理那句给剪了 哎 是是是 这么个玩法 是这么个玩法 哎 要说现代啊 确实这科技手段 哎 也高 哎 允许你这么干 那那那就不叫个玩意儿 哎 所以真正能能这个 在这个行业里边能修炼成好演员 修炼到刘备到诸葛亮 这个高度 哎 也不容易 哎 这个戏台上啊 好演员不多 但是咱真要说呀 生活里 好演员可不少 啊 说实在的 甭说我 各位 各位 您您就回头看 您细细想 您身边这些朋友也好 同事也好 哎 跟您演吗前 哎 演过戏的 那必然是大 有人在 哎 有时候您呢 都能看出来 他是演戏了 啊 但是呢 您往往可能您看破不说破 也就罢了 因为您说破了也没有意思 哎 这位说了 特别是还钱的时候 那演的苦着呢 是吧 哎 我呢 我这个 这个印象最深的呀 好歇年 前我跟大伙说点事啊 咱们今天反正跨年了 哎 这个 呃 豪谢年前 得没有二十年前 哎 没有二十年前 我呢 有一个好朋友 也是圈里人 也有腕啊 也有腕 各位 不说是谁 也是圈里人 当时呢 我呢 我在传一本书 哎 我在传一本书 这个书呢 咱不惜说了啊 这个书是 是某一个领域的 某一个事的 第一本书 第一本书 哎 这个他每天问我 哎 你那书弄的怎么样了 我就都告诉他 我弄的怎么样了 我写到哪了 哎 然后 怎么配图啊 什么时候能出都告诉他 哎 这个 后来呢 有一天 那时候我们晚上 我们还一块打球 哎 当时还没车 后来说 老杨 我跟你上你车走 后来我 开车拉着他 我先送他回家 路上 哎 开着开着跟我说 说老杨 我跟你说个事 哎 是这么这么一回事 我也写了一本这个书 这个出版社呢 他不让我告诉你 因为他知道你也弄了 就这个领域第一本书 现在我也写了一本 我这本书呢 明天就出了 明天就发行 比你快 哎 我这出了之后呢 这就是第一本 他说我那出版社 那个那主编还问我 说你看人杨毅本来弄第一本呢 你现在你弄这第一本了 是吧 哎 你这么一弄 你这么一弄 杨毅会不会就不高兴啊 啊 你们俩这个朋友 是不是以后就不好处啊 哎 他说我这么一想啊 回头看我一眼 我这么一想 哎 刘备了啊 戏上来 我今天都记得 怕眼圈红了 眼圈红了 哎 说老杨 我就想 你肯定能理解我 要因为这事 你要跟我急 那你可不够朋友 我到今天都记着这几句话 他这戏上来了 那最后 要因为这事 你要跟我急 你可不够朋友 我当时一乐 我说没事 啊 没事 咱俩 这个不至于 哎 你您出您的 你出你的 没关系 那你还能怎么样 你还能怎么讲 说 哎 好言相畏 是不是我这戏也上来了 哎 不容易各位 不容易 哎 你就看破不说破 也就罢了 所以今天 今天呢 12月31号 哎 这个 2021最后一天 咱们 嗯 这个 这个 这听书啊 这屋里边 全是老爷们 啊 全是老爷们 全是男人 哎 就愿各位 2022年 除了生活 幸福 以外 咱们这个 一块 听书啊 咱们 多交几个 不演戏的 真朋友 也就罢了 好不好 哎 今天跟各位 上来 咱们 嗯 续道 两句 哎 咱们就书接上文 这邦杰说了 老杨成鲁肃了 鲁肃也不容易 书接上文 哎 鲁肃就接上诸葛亮过江 俩人就一夜偏周 用诸葛亮话说 借一封番 过江就前往柴桑 柴桑是哪 就现在 九江 哎 地属九江 哎 讲干 其实就这儿了 哎 这个 与这下口呢 是 隔江 相望 叶偏周 船舱之中 鲁肃 嘱咐 诸葛亮 孔明先生 过江 去见我家主公 孙权 面见我主 先生 你可要记住 切不可说曹操兵多 将广 怕孙权害怕 不劳 子敬相主 亮 自由打算 到时随机应变 子敬放心 哎 这 二人过江 过了江 到柴桑 鲁肃 先给 诸葛亮 安排这 管议 安排旅馆 让诸葛亮 住旅馆 诸葛亮 先歇着 鲁肃 赶紧奔 府 厅堂 见孙权 到孙权 这厅堂府上 往里边一走 火 一看 今天可人多 孙权高座主位 文东武西 列立两乡 文武正在一室之间 正跟这聊呢 鲁肃往上 这么一走 这么一看 孙权这连事就不对 面尘似水 坐在上面 不痛快 鲁肃往上一走 一大功 说主公 我已然从这个下口 回来了 哦 子敬 辛苦了 啊 已然回来了 啊 子敬到下口 见那 刘备与刘齐 是探得曹军 虚实如何呀 上容许饼 主公 你待会儿容控了 我跟您慢慢说 主公 这是聊什么呢 据其文武 在这议事 说什么呢 哦 孙权 从桌子上 叉拿起来了 哎 往上这么一地 紫敬你来看 这是那曹孟德 下于我的习文 有习文到此 紫敬请看 鲁肃把这习文接过来这么一瞅 各位 这习文上怎么写的 写的是操 进城地命就奉辞罚罪 金徽难指就留从束手 京乡之民是望风而降 金统雄兵百万战将千元 欲与将军会列于江夏 是共伐刘备 同分疆土 将军得习文之后 哎 是 是姓务官旺 素次回音 这习文 写给孙权 鲁肃这么一瞅 说主公 那你揽着习文之后 是做何打算 现在打算怎么着啊 尚未有定论 孙权面沉似水 还没想好呢 一看啊 这就鲁肃来之前 已经聊了一番了 这时候还没有定论 没想好呢 鲁肃把这习文 让人重新递会给孙权 孙权把这习文往桌子上 这么一搁 孙权坐那不说话 就这时候 打左边乡闪出一人 一看正是东吴 头号的谋士 张昭张子步 张子步往前这么一走 冲孙权抱拳拱手 主公啊 那曹操拥百万之众 借天子之命 征伐四方师 拒之不顺 且主公大势 可以聚操者 长江也 而今日 曹操已得 京香九郡 长江之险 乃与我 共有之 是大 而难敌 不如纳降 是也 张昭怎么一说 后边呼拉抄着 一大帮 谋士 赶紧往前 这么一走 子步之言 正和天意 咱别打了 投降吧 子步 大人 说的对 张昭说完 再看孙权 孙权就 沉吟不语 抬头看了一眼 这些谋士 看了一眼 张昭 张子步 沉吟不语 张昭一看孙权 沉吟不语 往前又多走一步 助攻 不必多疑 若降草 江东 军民 可保万安 六郡 可保 无余也 张昭 再见 劝一回 不行 再劝 鲁苏一瞅 孙权 孙权低着头 不说话 张昭这说完了 大伙一看 孙权面带 不欲之色 是沉吟 不语 大伙也不说话了 等孙权 说话 孙权 啪 一拍桌子 一立身起来 带我更衣 刷一转身 往屏风后头绕出去了 孙权 上厕所去了 更衣 上厕所去了 给这帮文武搁着了 一看孙权 绕进去了 鲁苏紧走几步 腾腾腾 也跟着进去了 孙权往里边这么一走 一听 身后有脚步声音响 回头一看 鲁苏跟进来了 咱们这书座有人说了 说张昭就是菜妹 这真不是 您看这个老三国 94年老三国里边 这个情节处理 就是曹操前史来送这席文 张昭这么一接待 这一番 这一段处理张昭这个演员 他处理的 他演的好像张昭跟内奸是 张昭就汉奸 这好像要跟菜妹一样 把这个 把京香九郡 就拱手送给曹操 张昭也是内奸 好像都为了自个儿的事 其实并不是 这个咱们前文书已经说过 张昭不是奸臣 张昭是忠臣 福保孙氏 从孙策开始 孙策没了福保孙权 张昭对江东孙氏 可以说是忠心耿耿 到后来张昭至江东 没有这个张昭 张子部 江东 也治理不了啊 成这么兴旺发达 所以张昭不是建臣 张昭是忠臣 他就是个人政见不一 咱们前文书也批过 人家孙策孙伯夫临委的时候 跟孙权说的好 内事不觉问张昭 外事不觉问周郎 要绝技两阵之间 要攻伐天下这事 你问周郎 治理内政 你问张昭 要说攻伐天下之事 每问张昭 张昭总显其短 张昭这人就这样 他还真不是内奸 他是忠臣 但这就是他的政见 孙权这么一回头 一看鲁肃跟着孙权进来了 孙权一回头一伸手 把鲁肃这个手就给拉住了 子敬啊 是才众人所言之事 轻以为如何 你看了吗 都要投降 谋事都要想 你认为怎么样 诶 主公 是才众人所言就 深恶将军 众人皆可降操 为主公 不可降操 哦 子敬 此话怎讲啊 主公 如肃等降操 当以肃还乡党 累官就不失周郡 如主公降操 主公何所待乎 是为不过封喉 车不过一城 骑不过一匹 从不过树人 岂得难免撑孤哉 鲁肃说的好 大伙都能想操 我也能想操 都行 为什么呀 我们归顺之后 你看京香九郡 这些归顺的这些谋臣武将 不都封列侯了吗 以肃还乡党 我回家 哎 累官 不失周郡 慢慢我干上来 最后 我能干到周郡 跟我现在没区别 哎 操作携天子 以令诸侯 到那时候 我还为天子效力了呢 天子封我官 没准 还封得更高了呢 我们都可以想 北独主公 你不能想 主公 你想曹 你琢磨曹操能给你什么 就说曹操好好给你留着 不要你的命 喂不过封侯 你也就跟我一样了 到时候我是周郡 你也周郡 我封侯 你也封侯 车不过一城 骑不过一匹 从不过树人 你就带着这几位 岂得难免称孤哉 您还想称孤道寡吗 您还想坐领一方吗 您忘了 想当初踏中队 我跟您说的吗 哎 臣妾料 曹操不可足出 汉史不可复兴啊 主公 你要有帝王之心啊 到那时候 您还想 成一朝的人王地主吗 哪有这事 众人皆可降曹 为主公 不可降曹 哎呀 此敬啊 这还有一句没说呢 哎 三五眼原文 没写 哎 咱们就不能那么说 但是就一句没说 您看的京香九郡 归降曹操之人 文臣武将 接风猎猴 各有风赏 唯独倒了霉的 完了蛋的是谁 就是刘从 我们降了曹 我们都当官啊 那曹操留着您 您是个猎猴 曹操要不留您呢 不留您 你如之奈何 你完了呀 啊 到时候 你就在曹操鼓掌之间 所以说曹操得京香啊 说实在的 他不应该杀刘从 孤儿寡母 你何必 但是曹操以人啊 到那份上 咱们要回头分析 说曹操为什么 杀刘从 杀刘从 跟年死个臭重相仿 你何必要杀他 你杀了他 哎 往后谁还敢来归顺 归顺都跟刘从同命 如果曹操不杀刘从 善待刘从 这时候孙权没准心里边嘀咕一下 正因为曹操杀了刘从 孙权是断不可相操 但是曹操为什么杀刘从 哎 老朱说的对 曹老板他飘了 曹操无所谓 曹操觉得 我一伸手 刘从 碾死个臭重 孙权孙众谋 我一伸手 也就碾死个臭重 我不在乎你 我不需要在乎你的思想感情 你怕不怕跟我没关系 你爱想不想都是我的 所以到那份上 确实雄兵百万 战将千元 平吞江下 虎市江东 临江也债三百里 曹操眼里揉谁呀 确实飘了 故死上 就斩了刘从母子 那孙权感想 孙权已拉 鲁肃的手 子敬 此天将子敬 赴我也 老天把你赐给我的呀 众人之鉴就身师孤望 他们说的太让我失望了 天天就想而投降 唯独 清与某相同 我唯独就担心一劫 可是紫荆 那曹操 北灭元氏 取元氏之兵 金有德 京香 刘表之兵 有百万之众 我弹孔 世大难敌呀 我确实想打曹操 我不能投降 紫荆你说的对 我赞成 但是我就怕一劫 曹操兵太多 咱怎么打呀 咱东吴才多少人 各位 要不说鲁肃了解孙权 您听刚才 一夜偏周至柴桑这路上 鲁肃就嘱咐诸葛亮 见了我主孙权 切不可说那曹操兵多将狂 但回头还得嘱咐呢 鲁肃呢 就怕孙权 害怕操作病毒 这一年孙权多大 建安十三年孙权二十六 这个鲁肃多大呢 鲁肃比孙权大十岁 鲁肃跟这个周郎 跟孙策孙伯胡 他们边边上下 那是孙权好大哥 比孙权大十岁 看这孙权 听堂之上 他是君 下来跟亲弟弟一样 要不然后来 这周郎也说了 内劫骨肉之恩 外劫君臣之意 鲁肃其实也是一样 怕孙权太年轻 要坚定孙权之心 又怕他太年轻 孙权二十六 鲁肃三十六 诸葛亮呢 诸葛亮二十七 顾此孙权这么一说 我恐是大难敌 主公 主公不放 我自下口 是请得诸葛锦之胞弟 诸葛孔明在此 诸葛亮跟我来了 刘备人马与曹兵交锋述死 曹兵虚实 诸葛亮胸中尽之 来日主公一问便知 主公你一问就行了 哦 子敬 这么说 那卧龙先生信而今 已到柴桑吗 正是诸葛孔明他来了 哎呀 那可太好了 今天天晚了 今天咱不见了 先让孔明先生在驿馆休息 来日就先去文武于帐下 让孔明先生先叫他 见我江东英俊之气象 然后咱们就升堂一世 得令啊 鲁肃遵令 哎 已经安排好了 来日 带诸葛亮面见孙权 说先叫见江东英俊之气象 到第二天早上 鲁肃到旅馆 接诸葛亮 诸葛亮刚吃完早点 油条 豆浆 小笼包 哎 吃点 吃挺美 哎 吃完早点 鲁肃 接上诸葛亮 一块奔福牙 路上还嘱咐诸葛亮 孔明先生 记得船上我跟您说什么了没有 一定您可记住了 啊 面见我主孙权可切不可 说曹操 兵多将广 哦 子敬 子敬 休要担心 两记下了 是自会随机应答 好好 好 那我就放心了 来来来 领诸葛亮 入府牙 三国爷爷原文说 道至幕下 夜幕的幕 幕下 哎 鲁肃领着诸葛亮往里这么一走 一看 以张昭张子部雇佣雇员探为首 就有二十余人 江东文武街 隔宽博代 穿戴整齐 往那儿那么一坐 在那等着诸葛亮的 那都是孙权安排好的 哎 你别看这些人啊 跟孙权不是一条心 但皆是江东英俊说好了 今天你们在这 等着诸葛孔明来 孙权想见诸葛亮 是想见诸葛亮 啊 那孙权必是一朝的英主 他也明白诸葛亮是干嘛来的 说白了 先给你一下马威 先让你见我江东文武 英杰的气象 你先跟他们聊聊 聊完了 聊明白了 你再跟我聊 哎 这个 这个 是鲁肃 鲁肃 鲁子敬啊 把你请来的不假 哎 但是呢 你来这儿 你还别以为啊 你来这儿 你平堂 你想跟我说什么 说什么 先让你见我手下 这些文武的英杰 一看这些位 往这儿这么一坐 鲁肃 领着诸葛亮进来 给大家这么一介绍 逐一相见 说诸葛亮 以前也不认识这些人 高卧龙中 兄中自有天下之士 但你要 你要说这江东 这些个谋臣武将 都姓 沈明谁 都是谁 都叫什么 又长什么样 说诸葛亮 都知道 那也不是 不可能 哎 您看啊 就这儿逐一相见 这个三国演义 这儿写得清楚 写得细 互道姓名 一个一个介绍 这是张照 张子布 哎 这是这个 古勇 古远谈 哎 这儿是路级路攻击 这是于芬 这个于仲祥 哎 往后这么一个个介绍 好 诸葛亮电脑 啊 说一遍 这不容易 各位 啊 大伙出去 看那有酒局 有饭局 出现这么一桌子的人 给您这么一介绍 是吧 拿起酒来 这么一个一个 这么一说 哎 这位是李 李总 那位是赵哥 那位是钱总 哎 那位是任总 那位是贾总 好 这转一圈您再一瞅 谁是什么来着 不好记 各位 还得说诸葛亮 电脑一般刷刷刷 哎 暗自记在心中 诸葛亮 然后到客座上 往这这么一坐 哎 坐于客座 诸葛亮一瞅 这个阵仗 来了必然是对我有分说辞 听听吧 听听他们说什么 往客座这这么一坐 打眼一看 拘于守卫 站起来一位老者 不是旁人 正是东吴第一位谋士 就张昭 张子步 张昭这一年多大呢 各位 51 啊 咱们咱们好好算算年龄 孙权26 诸葛亮27 鲁素36 张昭这一年51 虚发皆白 这么一位老者站起来 那家伙 那个 那个有范儿 啊 这一屋子人要说 头一个说话 诸葛亮肯定不能先说 是客 啊 主人间头一个说话 张昭不说话 旁人不敢说话 必得张昭 先下说四 呵呵呵呵 张昭汪起这么一战 冲诸葛亮 这么一大功一失礼 呵呵呵 哎 孔明先生 昭乃将动 微末之事 久文先生 高我龙中 是自比管仲悦异 敢问此言 国有之乎 呵 各位就这一句话 诸葛亮就明白了 今儿这帮人在这干嘛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当头炮 他就拔马跳 上来就是这句 诸葛亮 你高我龙中 自比管月 您看啊 哎 这就是一场辩论大会 舌战群如 就一场辩论大会 哎 不同的是呢 反方就一人 正方豪歇 二罗 哎 二罗位变一个 辩论大会 这特点什么 上来就开门见山 别跟你莫分 哎 哎 咱上来啊 咱不绕圈 只给 当头炮 你不说了你 自比管仲悦异吗 我先问问你有没有这事 啊 过去都是看报纸上面说的 看别人传言的 有没有这事 就只给 这就有意思 大家一看 其实现在啊 就是大家伙要枪火呀 哎 大家伙要质问人啊 上来都是都是啊呀 直奔主题 是吧 你比如说我最近 我老说 我老说 你比如这个 我老说什么 我挑一个人带队 盲盒随便抓几位 挑一人带队 我就挑詹姆斯 我就挑詹姆斯 我就觉得詹姆斯 带队能力最强 我每次 我只要一开直播 上来第一个问题 就詹姆斯怎么又输了 说 是吧 胡人怎么又输了 人家就问你这个 上来就只给 哎 招乃江东 微末之事 闻听人言 先生 高我隆中就自比 管仲悦异 此语 国有之乎 真有吗 紫布老大人 此乃亮 平生 小可之鱼儿 此言一出 满堂华人 自比管仲悦异 此乃亮 平生 小可之鼻儿 你要大笔呢 小可之鼻 管仲悦异 大笔你要上天 你大罗金仙 你还能比谁 文初广武天尊 广成子 除非神仙 这诸葛亮 这诸葛亮 这口气也太大了 年兄年弟 这人不像话 张昭一听 张昭接着往下聊 那就不客气了 诸葛先生 问识了你了 这句话是你说的吧 管仲悦异 是你说的 你自比管悦 是你说的 好 你承认了 张子布往前这么一走 说 禁闻 刘皇叔 三顾先生 于草庐之中 就幸得先生 以为如鱼得水 思欲席卷京香 京香一旦 已数草草 未审是何主见 多狠 上来每一句话 都带词 每一句话 就取你 这耿嗓咽喉 坐实了 管仲悦异 是你说的 是你比的 那我就问你吧 刘皇叔 三顾茅庐 把您给请出来了 以为如鱼得水 思欲席卷京香 你们不是要把京香 随便拿了吗 怎么归曹操了 未审是何主见 到底怎么茬啊 怎么回事事啊 你给我们讲讲 子布大人 诸葛亮 与善清谣 子布大人 说吴 官取汉上之地 就亦如樊掌 是我主 刘皇叔 功行仁义 不忍 趁乱夺 同宗之 基业 故立辞之 是难 刘从如子 听信 宁言 是暗自降曹 致使曹操 得以猖绝 今我主 屯兵将下 别有粮土 其等贤之人 可知在 一胆这袍袖 好 各位 诸葛亮 不客气了 诸葛亮一看 你句句逼问 你急了 上来先问 我管中月异 坐实这件事 然后再问 你这京香 你不是要席卷京香 怎么归曹操了 这是你 跟我挑开了 你非要跟我辩论了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所以您看 诸葛亮这回答 这前边 无关取 汉上之地 一如反掌 这是因为我主 刘皇叔 功行仁义 不忍得同宗之鸡 也故 所有没取 刘从暗自降曹 是听信了宁言 现在我主怎么样 我主兵屯将下 别有粮土 非等贤之人 可知在 啪 一胆袍袖 非等贤之人 谁是等贤之人 就是你 你们就是等贤之人 哎 你不客气 我也不客气 你跟我来这套 我这你是等贤之辈 不配我跟你一说 哎 好 这火药味 唰就起来了 舍战群入 一下就起来了 张昭文言 不禁得哈哈一笑 孔明先生 若如此 使先生之言行相违也 你要这么说 可是你自己言行相违啊 先生是自比管仲月异 那管仲月异 何如人也 那管仲向其还霸诸侯 就一旷天下 那月异扶持微弱之焉 就下其七世余城 此二人 真济世之才也 使先生高卧草庐之中 但笑傲风月 报夕微作 金济从事 刘宇舟 当思维生灵 兴力除害 是剿灭乱贼 况玉州魏德先生之时 尚且纵横还宇 割据周郡 金德先生人皆仰望 虽三世同盟 一位标虎天意 将见汉石复兴 曹氏当灭义 山林隐士 朝廷旧臣 无不所谓是 仰高天之云翼 向日月之光辉 整生灵水火之间 错天下于任习之上 此其实也 和先生亦归玉州 曹兵亦出 弃甲抛割 望风而逃 乃弃心也走 凡城拜当阳 奔下口 无立足之地 尚不能 报留表 以安庶民 下不能 辅孤子 而聚江土 和玉州 自得先生之后 反不如出也 此愚之之言 醒悟 见怪 张昭 张子 这个 这个 舍战群儒啊 刘硕说了 确实是 不好背 这个背到 这个书说到这番啊 就是有大量的背口 这段背口可多 尤其张昭 张子布这番话 必须是气贯长红 这么下来 背口确实多 有时候呢 您听这背口啊 您听这背口啊 您能听出来 是什么时候背的 哎 您能听出来 哎 比如说这个 这舍战群儒 这就是小时候背过 哎 因为三国演义 这部书里边 他早就这么写了 哎 打小看书 就是这段 您能听出来 小时候背 哎 您比如说 您要听这个 一代赵 镇子垂一之士 遍起干戈 长毛死者 当次减除 生坚定者 岂能容忍 是燕丹秋于琴 马绝生而脱之 告诉昆兴一样 既信师忠相 朕随无德 有敢与其中也 小时候背的 哎 您听这个 您要听这个 这个 同学台富 说从明后 以西游时登 藤台与移情 见太府之广 开西关 盛德之所赢 见高门之刺 俄西服 双九不太清 李仲天之华关系 连非俄乎西城 小时候背的 您要听这个 点威赞 大将军 八面威 人又大 马又飞 腰圆绑阔 三山配 身高丈二 晃微微 同龄怪言 一子梅 翻天鼻孔 獠牙嘴 一步红然 海下垂 上礼拜辈子 是吧 这还是有区别 还是有区别 没办法 这个说评书 就是这个 这个背口 就是得背 尤其三国 尤其三国里边 这背口又多 这也是功夫 这个前两期 前两期 咱们这个评书挂的 挂在喜马拉雅上 包括好像在B站直播 还在哪直播的时候 有人问 说杨老师 您都是照着词念 照着词说 这么多词 怎么怎么 要不然怎么背 这照词念 就不叫说评书了 照词念 不叫说评书 没有那么干的 就有个别老先生 有老先生 连立如先生的父亲 连阔如 岁数大了之后 拿一个 拿一盒烟 把这烟盒 抽完了之后 把烟盒挑开了 在上面写几句 往这桌子上 这么一搁 就他说的时候 怕自个说忘了 有老先生 岁数大的时候 怎么说 那也就是写几句 岁数大了 写几句 我万一 我到那说忘了 我别 我想不起来 往那这么一搁 这事了也就事了 你要说前面 搁一大屏幕 是吧 跟那个 跟那个脱口秀似的 是吧 前面有那大屏幕 跟那非色 咱照词念 那玩意不叫说评书 没有那么干的 而且说评书 除了这些背口以外 除了这些背口以外 其他的还都是 自己的语言组织 你得真正理解 这部书 把里边启程转合 咱们说出来 这才能把这书说明白 这书不是背着说的 所以你说 像干我们这行 我们吃开口饭 能不能往台上一站 站个一个半小时 站个两小时 咱们说下来 不可能词都是背的 一定是自己理解之后 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 个别背口 咱们需要背 所以您看这个 过去这个谁 过去老郭 郭子刚挤的 挤的那个波波 挤的周立波的时候 就说这海派清口 说也不是海派清口 不是玩意 就说周立波不是玩意 是吧 站台上表演这两小时 然后我那还有个支架 是吧 他有个支架 然后跟那有个本 跟那这么搁着 好像是个谱子似的 是个乐谱 然后我说一段 我说一段 我过去还得看一眼 然后拿根笔 船 我划一道 那意思 这一段我可说了 然后再往下 我再说一段 这么一段一段来 说那不叫玩意 你就在台上 站这两三小时 你自己说什么 你还记不下来吗 你还得过去 这么一句一句的看 不相反 所以说评书啊 咱们也没有 也没有招词念的 是吧 这个背口不容易 接着往下说 张昭张子布 这段下来 这段有艺术 张昭张子布 就这番话 那这流畅 这劲头可不一样 汤汤汤汤汤下来 中间可不带停的 而且用词华美 说这个 朝廷旧臣山林影 隐士 无不拭目以待 都等着你呢 以为怎么样 辅高天之云 一样日月之光辉 就生灵水火之间 错天下任习之上 什么意思 辅高天之云 以 抬头看 好 有雾霾 我把那雾霾 把那雾霾 给他拨开 辅高天之云 仰日月之光辉 雾霾 散开 我能看见日月了 整生灵水火之间 错天下任习之上 任习床上 床上这么一聊 把天下事就给定了 而且你看前边 任张昭说什么 说 旷玉州未得先生之时 尚且纵横还宇 就割据周郡 刘备 没得你的时候 就纵横还宇 割据周郡了 金德先生 人皆仰望 虽三尺同盟 意味标虎天意 以为汉史将复兴 曹氏当灭 刘备没得你的时候 就厉害 得了你 好 天下都认为 你们不行了 天底下就是你们的了 没有比你们更厉害的了 朝廷旧臣 山里隐士 拭目以待 他等着你们 然后怎么样 怎么曹操一来 你们玩命跑 弃甲抛割 望风而逃 弃心也走 凡城拜当阳奔下口 无立足之地 和玉州之德 先生之后 反不如出眼 您看张昭这逻辑 各位 您要看这辩论 辩论的逻辑 欲贬之 先抬之 我先把你抬上去 我把刘备抬上去 我给你架起来 我把你架成圣人 把刘备抬上去 我把你给抬上去 然后最后 咱们一说这事实 给你摔的 啪唧啪唧的 先架起来 欲贬之 先抬之 抬得越高 摔得越惨 好 这到最后 这 这欲知之言 醒悟 简怪 我可跟你直说了 欲知之言 你可别怪我 好 张昭这一说 太底下笑成一片 动无众谋士 无不严口 而笑 嘿嘿 看这孙子还说什么 紫布大人说的好 说的对 你还有脸来跟我们说这套 让陶瘦打成什么样 再看孔明 再看诸葛亮 原文上写 雅然一笑 什么叫雅然一笑 雅然一笑 不再出声的 不出声 你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大笑 冷笑 雅然一笑 不出声 玉与善清摇诸葛亮 这回也站起来了 扶鹏飞万里 其群鸟能识其志哉 大鹏扶摇之上九万里 大鹏的志向 其群鸟能识哉 群鸟能识其志吗 你们就是群鸟 你们都是鸟 我是 我是这 大鹏 譬如 仁染尘渴 当以米粥以味之 和药以服之 在其脏腑调和 并视和缓 在以肉食以补之 以猛药以治之 方能并根渐去 仁得生权以 若不带其气脉和缓子 投以猛药后卫 欲求安保 成为难以 向日 我主刘皇叔 兵败于汝南 记记刘表 兵部满千 将旨观章赵云 此正如人之病逝 汪营之急之时也 心也 山辟小县 人民显薄 粮食稀少 我主不过暂戒与容身 起真将 坐守于此也 服已 甲兵不完 成锅不顾 军不精炼 凉不济日 然 薄望烧屯 白河用水 使夏侯敦 曹洪等辈 肝胆剧烈 望风而逃 却为管仲 岳云之用兵 就未必过此 至于 刘从祥草 玉州 实出不知 又不仁趁乱 夺从宗之机也 此真大人大义也 当阳之败 我主 见有数十万富裔之百姓 扶老 邪幼相随 不忍弃之 日行实礼 不思 进取将领 甘与同败 此意 大人大义也 寡不敌众 乃胜败 兵家常事 昔日 高皇朔败于项羽 而该下九里山 十面埋伏 是一战成功 此一非 韩信之良谋乎 盖国家大势 安危之计 是事由主谋 非比夸遍之徒 坐一礼坛 无人能及 随即应变 百无异能 成为天下人 孝儿 诸葛孔明 答得好啊 百事实 讲道理 你不是刚才说 这个 我主刘豫舟 得我相助的时候 尚且纵横还宇 割据周郡吗 我告诉你 那时候我主什么样 向日我主刘豫舟 汝南兵败 祭祭刘表 兵部满千 将只关张赵云 就好像人得了大病 你要人得了大病 就得怎么样 先喝粥 然后用这个 和缓的药 先让他吃 待他脏腑调和 病体健庵 这时候 咱再吃肉 再吃猛药 慢慢就好了 你要说 上来 你就投一猛药后卫 直接给这大力丸吃 当时就撅过去 当时你就 就 这个人身占红堂 当时就完了 直接窜血 我主刘豫舟 到那时候 汝南之败 祭祭刘表 那时候就 就 人之病是 汪盈之急之事业 这人已经虚弱的 就不行了 不是你说的那么好 不像你说的 我主没得我之前 尚且纵横还宇 割据周军 哪有那个事 我主得我的时候 那就像人得了大病一样 但是 服已 假兵不完成国不顾 君不精炼 是良不忌日 我心也山皮小线 我就是这个条件 我勃忘烧屯 白河用水 我使夏侯顿 曹仁曹洪等被 望风而逃 烧得他肝胆剧烈 即便是管仲越异的用兵 也不过如此吧 就这样吧 摆完事实之后 怎么样 摆事实讲道理 先说事 最后得提炼 提炼到什么呢 啪 这一下 我得 我得 捅得上去 我主寡不敌众 胜败乃兵家之常事 想当初 高皇朔败于项羽 九里山 十面埋伏在 该下就一战成功 这不也是 这韩信的良谋吗 那因为国家大事 社稷安危是有主谋 我们都是有主心骨的人 我们都是干大事的人 非比夸便之徒 什么夸便之徒 就跟那巴巴巴巴巴巴巴 就跟那巴巴巴的人 非比夸便之徒 坐一立坛 无人能及 你往这一站 你一张嘴 看着跟人似的 啪啪啪 这么一说 无人能及 随机应变 真道出事了 你再看看你百无异能 成为天下人笑儿 天底下人都得耻笑你 好 张昭无言以对 说退张昭 诸葛亮 一看张昭跟我不客气 我不能跟他客气 张昭那是孙权 坐下头一号的谋士 今天上来 张昭要让我难看 这些人全在这看戏 辩不倒张昭 如何辩倒江东的群雄 辩不倒江东群雄 如何见得孙权 孙仲谋 诸葛孔明舍战群儒 好一番的对答 张昭无言以对 张昭往回这么一溜的 张昭坐下了 说 又站起一位来 往前一走 冲诸葛亮这么 这么 一举手搭弓 孔明先生 今曹公兵屯百万 是匠列千元 龙香虎式 平吞江夏 供以为如何 诸葛亮抬眼一看 余帆余众祥 上来第二位 余帆余众祥 诸葛亮再次轻摇雨扇 原来是余帆余众祥 诸葛亮说 那曹操 收元绍 以拒之兵 节流表 乌合之众 虽有雄兵百万 且不足拒也 余帆一听 诸葛亮这对答 余帆可乐了 说兵败于当阳 既穷于下口 今日区区求助于人 油盐不足拒 真大言 欺人折也 你跟我闹呢 你们让曹操的打成那样了 你还说不足拒 你这后曹牙 你咬的也太深了 你真挺得住啊 诸葛亮说 我主啊 数千仁义之师 安能敌 曹操百万残暴之中 我主 所以退守下口 以待其时也 金江东 冰晶凉毒 且有长江天险 由于使其主 纳降于曹操而不顾 天下人耻笑 以此论之 刘宇舟真不惧 曹操者也 各位您看这份对答 这余帆出来啊 他跟这个张昭说的就不一样了 俩人在立场上出现了重大的改变和分歧 张昭是什么呢 张昭出来呢 张昭说的是什么呢 张昭说的是 曹操是汉贼 诸葛先生您呢 既从事刘宇舟 当思为生灵 兴力出汉 是搅出乱贼 曹操是逆贼 邪天子 以令诸侯 确实逆贼 这个刘备和诸葛亮 你们不灵了 归你们不灵 但是我们是汉家之臣 我们是要抵抗逆贼 你们不灵是你们不灵 到于藩不一样了 于藩王齐战 金曹公 兵屯百万是将冽千元 龙香虎式 平吞江夏 公义为如何 曹公 您看咱们前文书 吕布 一收钱站起来 董公带我 和后也 董公了 不是董卓了 这于藩一站起来 曹公 尊称曹操 曹公 完了 这一下坏了 立场变化 这立场一变化 让诸葛亮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因为什么 在屋里边关上门 您上床说 那鲁肃 跟这个孙权也说的是什么 切料汉室不可复兴 曹操不可阻处 到将来 您也要成就地 也成一朝的人亡地主 但这是关上门说 不关门打开了 跟大伙 这么一块 打开天窗 说亮话 这么说 那这会儿 还是汉朝天下 还人心思汉 你要说现在汉就不行了 那大逆不道 那窃国之贼 曹操 名为汉相 实为汉贼 你这立场可必须得站对了 所以你管曹操叫曹公 这就不灵了 诸葛亮就占据了 道德之高点 我主刘皇叔 以数千仁义之众 安能敌曹操 这个百万残暴之师 所以我兵退下口 别有粮土 所以待时也 我就顺着江东来了 金江东兵精良祖 且拥长江天险 没想到你们这帮人 你们还想让你们的主公孙权 屈膝强曹 想这天下之逆贼 以此官之 我主刘宇舟 真不惧草贼者也 我主才是大人大义 至勇至善之人 你们这叫什么玩意儿 我们占据了道德之高点 一番话一出 余分不能对他 蛇战群如就应结尽出 说到这咱们得批两句 因为什么呢 这个三国演义上多无记载 三国演义上您就看这 唰唰唰唰唰唰 这一个一个出来 在这这么一对答 他没有详细分析 您要往后看 于方于仲祥 再往后一会儿布置出来了 陆继 陆公继 说这些人都什么人 这些人在三国演义里 都没有详细记载 因为多是治理内政之臣 没有参与战争 您不知道这些人 有多厉害 跟孙权说的是 先叫建我江东英俊 这些人英俊的哪了 其实三国演义里边没说 您要不了解这些呢 就觉得这些人江东群小皆鼠辈 跟着张昭一块投降派吗 你投降了你神奇什么 投降派 是吧 诸葛亮往这一戳 占据这道德制高点 慷慨陈词 大义凛然 当当当当 给这些位说的全坐下了 您要是不知道这些位呢 都有多的能耐 这些位真江东英杰 还是那句话 就不显得诸葛亮厉害 你看咱们前文书说了 比武艺也是上阵打仗 你写华雄 关公 温九斩华雄 您先得写华雄斩诸侯上将 你不把华雄抬上去 你就显得关公厉害了 同样的道理 诸葛亮舌战群儒 您不说明白这些个谋士 接江东英杰之辈 就显得诸葛亮厉害了吗 一样 所以咱们既然在这说这三国 咱们再把这些位说明白 头一个谋士出来的是张昭张子部 那不用说了 江东头一个谋士 孙策脱孤之臣 岁数也大 过五十了 张昭不说话 别人不敢说话 那么张昭坐下了 说退了张昭 为什么是虞帆 各位 为什么是虞帆 虞仲祥 他出来 他第二个说话 虞帆这人挺有意思 虞帆这人刚烈 这人在史书 在三国志上多有记载 您看这吴书写虞帆 好些片 刚烈 他是怎么样 他原先是在会计太守王朗手下 孙策破王朗 当时呢 这虞帆呢 他母亲刚去世 跟着王朗跑了 跟着王朗往东海跑 跑到那之后 王朗呢 说我不能归降孙策 最后王老师顺位了 我不能归降孙策 但是仲祥呢 你回去吧 因为什么 你家里呢 还有老母 有老太太 你就回去吧 你降了孙策 这呢 虞帆虞仲祥回来 就归顺孙策 到孙权这儿 封这个虞帆呢 为齐都位 齐都位之职 您听这官职啊 还不是纯文官 齐都位 哎 这个 其实 还有五官的这职能 按三国志上说 这虞帆虞仲祥 在孙权的价钱 就屡次范延减征 跟孙权几眼 骂街 孙权说什么事 我得这么干 不行 啪拍桌子 范延减征 就这么一位 后来给孙权 给骂急了 孙权怎么样 给虞帆 贬得丹阳 京县上那儿去了 让他上那儿 当个官 你呀 你别在我身边了 你干不了金官 你小弟窝着去吧 我不愿意看见你 到了 后来吕蒙白衣杜江 吕蒙要取荆州 吕蒙白衣杜江的时候 吕蒙有一计 咱们后 后文书要说到 吕蒙诈病 吕蒙诈病 让关羽啊 放松警惕 吕蒙诈病 回了建业 回建业之后 吕蒙跟孙权说 于帆于仲祥会医 这人还厉害 文武全才 还会医 我这病得于帆治 孙权下令 把于帆要请回建业 给吕蒙医病 这就算设了 这于帆之罪 然后宫关羽 白衣杜江 取南郡 南郡 守将弥方出降 弥方怎么一出降 吕蒙怎么样 吕蒙大兵沉于南郡城前 先不让兵进去 吕蒙高兴啊 我既周郎之一致 恭谨在世之时 未曾取下京香 这个医院在我这完成了 我进京香之前 我得有仪式 坐越于沙上 让乐队带着乐队来的 在南郡城前 先给我演奏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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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德斯基 高兴 哎 这一演奏 鱼翻过来给给给拦住了 干嘛呢 赶紧进城啊 啊 这弥方是投降了 你怎么知道这城里这帮人都跟弥方一条心啊 赶紧进城 夜长梦多 吕蒙一听 于先生说的好 赶紧进城 大破关羽 于帆跟着这个吕蒙进了城了 然后回的进夜 到孙权身边 于帆除了会一 本五全才 会一还会干嘛 还会算卦 你说这人会的多不多 还会算卦 孙权一听说 孙曹 两路夹击 已然是大破关羽 关羽已然是兵败 让于帆算一挂 关羽胜败如何 关羽怎么样 于帆这么一算挂 说两日之内必断其头 两日之内必取关羽的人头 不到两天果然兵报来 二爷没了 二爷兵败为啥 孙权称赞于帆于众乡 说清不及福西 可与东方朔并列矣 你说这赞誉高不高 后来取京香 京香唾手可得 孙权也去了 到荆州 到荆州到大牢里边 这么一看 谁啊 曹将于晋 曹将于晋在里边 让关羽逮着了 在牢里边压着呢 把于晋放出来 放出来之后 因为孙权当时要和曹操结好 你得罪刘备了 把关羽杀了 要和曹操结好 故死上要善待于晋 让于晋骑着马 与孙权并配出城 善待于晋 后边就黑地马 马走如龙 飞至切尽 一朝鱼帆于众降 你说是文武全财 真不是单纯文官 单纯文官 骑着马马走如飞 飞的借禁 高喊一声 冲着于晋 指着于晋鼻子 耳不过一响鲁 呸 敢与我主骑马首 你不过就是个俘虏 你敢跟我主并配而行 于帆以身手 手留马鞭 扔于晋脸上了 你说这人刚烈不刚烈 这人狠不狠 孙权赶紧拦着别 中将别 干嘛呀 干嘛对文泽将军如此 赶紧请于晋 请于晋吃饭 请于晋吃饭 奏仪乐舞 还给于晋 看跳舞 听唱歌 听歌舞 于晋在这荆州 压的时间可不短了 出来孙权 对于晋这么一好 一看歌舞 一吃好吃的 于晋背从中来 五子良将之首 想当初 我在曹操手下 那我是什么样的大将 被压解在荆州的这尖中 好 这终于放出来了 一吃好吃的 背从中来 于晋哭了 于晋这么一哭 蹭 于帆又跳出来了 酒席眼间 啪 把酒杯这么一摔 指着于晋 说你在这哭 你以死求活命 当着我主 哭 想让我主可怜你 给你一条活命 是不是 好 当面骂街 孙权 蹦出来 让人把于帆 给架下来了 这都是于帆的故事 所以您说 于帆 他是刚烈不刚烈 他是狠不狠 他是英才不英才 性格火爆 会的也多 能文能武 而且还会算卦 还会医术 故此上才 张昭张子步 下去 于帆 于众祥 他能第二个上来 我要不给您说这番 咱得 咱得 且琢磨 凭什么 他是第二个 各位 任何事都有个缘由 诸葛亮又说倒了 于帆 于众祥 藏 底下又站起一位来 伸手 一指诸葛亮 孔明 欲笑苏秦 张一之蛇 游说 东吴爷 这一个个的能臣 江东英俊 都要来说服孔明 各位 蛇战群如 诸葛亮如何答对 咱们是下回 再说